三個鐘的資訊會見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大家好 今天市長沒有來 我們真的失色很多 原因可能無他 因為如果市長來會帶很多附屬聯盟的過來 我們還是要抵抗他 但是今天 我們局長林局長他真的很專業 我剛剛看他介紹那個公宅的時候 我有一點心動 想要房子賣一賣以後先來抬公宅 真的很漂亮 這個住起來很爽 但是我覺得 這是鬆著要搬進來的人 去健康住 我們住在很多人 我們被迫要把我們的公共社區 扭出來 讓這些入住的人 這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剛才說交通的事情 我上次我跟局長張哲陽局長 我跟他請教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 今天怎麼閉上去 今天很豐富的來 對不對 你如果問他 戰況激烈的時候 你就閉上去 外頭手這樣怎麼有意思 對不對 我們在說 旁邊 是怎麼道路服務品質的一樣 我給你們改遷一個範圈 這個我切身之套 什麼範圈 這個路 不然我又突然 有一條路就是 改紅線 他一條路叫改紅線 八十條路叫改紅線 改紅線 大道路也改紅線 這稍後我請局長 的夫婦做 幫我們回答一下 該紅線有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的新的大樓 車載的 在那裡 在那裡 建築物裡面 我們旁邊都 旁大樓 你明白嗎 旁大樓 像這樣企劃 人間來 我們的女兒要討論 我們爸爸來 停車庫 來車庫 把車載出來 外面我們紅線 是不能人停的 我們女兒 我們客人車的臨庭 公車的臨庭 你到大道路上 海鯛四川都出來 你給我解釋一下 一定要臨庭 只要有紅線 這個以前的交通處長出來 有紅線 他的雙雙雙雙 紅線 你到大道路上 海鯛四川都出來 你給我解釋一下 一定要臨庭 只要有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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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都把你圍圍起來 到大道路夫婦名字就一樣 就叫你不要停 因為車 客人車不能停 放一個 叫做 這個外國 叫做 給我們 隨時給我們 幫我們 他要我們開 都叫做 違法有據 朋友說 好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這是你五分 要給我們 調 你不然就在 很寬這個道路的時候 你要怎麼說 去 都給我們圍圍 你給我們 再來 我給我們時間 再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剛才有一個 里面說得很好的 市場的問題 我上面說 人擠 車就擠 隨族行的事情都出來 我們買菜 要哪裡買 人家 要哪裡買 人家 二三樓 還在那裡一天 還在那裡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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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這裡擺一擺 完容起來 我們所有的 店家會開起來 一間店家 一間生餐 一間餐廳 一間餐廳 最沒車五個月 八個月 一人騎一台來 另外 一個出口在這裡 一個出口 我剛才在那裡 我去車子車 騎車外來這裡 來換錢 謝謝 到時候 這裡很難看 這就是 送到要搬進來的人 去疼苦到我們自己 我當的 都老四個月 謝謝 我今天完全是說 疼苦了 謝謝 謝謝你 來 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 麻煩那個楊靜宜小姐 然後下一位是 林俊宏先生請準備 謝謝 喂 我有三點要講 第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 現在環屏是不是已經確定已經過了 因為一直在講地層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聽到說環屏過的事情 所以請政府給我們一個回答 然後第二點就是 交通局它在估交通量的時候 它你們現在這個概念是用 我們現在這個是公寓和廣磁 現在新開發的這個所有的人數 來估這個交通量嗎 那如果是的話 那以後我們附近度更的時候 人數會更多 那到時候你現在估的這個量 是準確的嗎 因為你現在估這個量 你說這個道路的這個品質是A到C 那如果我們周圍都更了之後 這個品質是會變成F嗎 所以我想要看到的是說 你在估這個交通量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附近以後要都更 所有應該會有的 你遇過的總人數 然後去設計這個道路 這樣道路你才有辦法一次做好啊 難道你要廣磁不愛怨的人數 孤了 然後那個道路設計好之後 然後我們周圍的這個公寓都更之後 你還要再改變一次那個道路設計嗎 然後第三點就是 我希望說 我們在發言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尊重他人 就是說 有人在講的時候 下面的台下不要有人叫囂 因為我發現從上次開始 我覺得大家開始變得 不是那麼尊重別人 然後也有點不禮貌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口氣上 是不是可以平和的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為你就是很憤怒的去表達你的意見 其實別人聽起來並不舒服 因為那是你的意見 不是所有人的意見 然後另外就是 我覺得我們不能用現場的人 來做一個投票表決說 我們贊成或不贊成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公平 因為很多人他是沈默的大眾 他贊成這邊開發 但他不會來這邊 會來這邊的都是有意見的人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種 很偏僱的方式來表達說 我們就是不贊成什麼 或是贊成什麼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公平 我覺得這一次廣次國外院 多巴局他們其實真的蠻有誠意 來了蠻多次 我覺得跟好龍斌那時期的人 的時候比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他每次都有回應我們 只是差他回應的我們不滿意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他不滿意 所以我們就用非常不客氣的態度 或口氣去對他們 我覺得這樣子是 我覺得不夠厚道啦 我覺得你可以表達意見 但是你不要怒氣衝天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俊宏先生在哪邊 林先生 林先生的下一位是林青四先生 確認一下林俊宏先生有在現場嗎 林俊宏先生 好 兩次唱名沒有到我們 接下來請林青四先生有在現場嗎 林青四先生有在現場嗎 林青四先生有在現場嗎 林青四先生有在現場 那我想就是 這部分我們請相關局處 就剛剛的部分 做一個回應 謝謝 一樣 有環平 有交通 我想交通 當然要請交通局的代表回應 環平的議題 我想請我們都法局的說明羅科長 回應之後 我就要把時間給我們的曾光中曾委員 特別從中立改來 他是中原大學的設計學院的院長 好 來 柏哥 麻煩你 謝謝 謝謝各位鄉親好 我這邊報告一下 環境影響評估 目前我們剛完成所有的基礎調查資料 目前我們已經掛鍵要送環保局提環評委員會審議 但這個前置的程序還有一定的行政作業流程 環評裡面的調查 包含剛才大家關切的交通 還有地址相關的議題 我們都會一併回應 包括剛才莊恩講到生態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環評委員會都會做廣泛的討論 但是目前來講還沒有開始審議 現在剛完成 因為他基礎調查的資料 需要一定的時間要劃進 所以目前剛完成劃進資料的調查 目前會整準備要送環保局 好 那你上 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今年開始有個新規定 因為只要是台北市府的案子 相關局處的委員們不能成為環評 就那個案子的委員 所以環評第一個 會執行 第二個 市府的相關局處的委員們不能加入評選 以上 好 那剛才那個 接下來那個孫老師 我會請那個社會局局長介紹 那我接下來我還是把時間給交通局 謝謝 剛剛是部署的吳先生 也是新人理 吳理長 你好 剛剛提到我們也知道 台北市現在這個都市計畫道都已經破寬了 現在不太可能破寬 所以我們只能往基地裡面拖 退縮這個基地來控除一個車道 盡量不要讓這個到基地的車子呢 來影響到這個既有的這個道路上的一個交通 那我們先處理方式下 那剛剛提到這個周邊一些停車的問題 那前面有好幾位先生 這個都有提到 那我剛剛也有回應了 就是說我們在目前評分出來 未來啊 在這個目標年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水準是在ABC這個等級的左右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 我剛剛也強調說 在D級我都可以接受 那在做D級可以接受的狀態之下 如果說我路邊的林庭開放 或者是停車開放 我可以再維持一個D級以上的服務水準的話 這是我們交通局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時候我做這些回應 那另外楊小姐這邊提 很謝謝你啊 那個我必須坦白講 未來的事情大家都很難去預料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我們的評估的方法 就是說這個是我們把它當110年當做目標年 110年的時候它會完成 那在這個未來的這個期間呢 這段時間我們手上能夠掌握到 在這段期間這附近有哪些開發案 我們都會考慮到這個理念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呢 針對這個一年來這個未來這個幾年啊 它的車輛的成長持有率到底會是怎麼樣 還有未來涉及環境的條件 其實都是我們作為 估計未來這個 可能產生流量的這個 推估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說其他會不會有都更這些的 其實如果說現在沒有的話 我們也很難去估計這些事情 但是未來即使附近有都更的案件 這個未來都會有一些 比如說都省 或者是裡面有做交通影響評估 會針對當時的一些環境啊 來做一些交通上的一些處理 好 在那個把時間給曾老師之前 我想要請那個局長介紹一下 孫一信樹老師 謝謝 像我們剛剛說 這個地方的社府 我們一定會做到 不只是全台灣最好 還是全亞洲最好 那我們除了社會局跟衛生局 會共同的來努力以外 我們今天有到場的孫一信秘書長 他是全國社會福利總門的秘書長 那我想他會跟我們一起 在整個整個建設 一個很好的 為社區所用 為這個台灣最好 亞洲最好的一個社區的這個場所的時候 我想我們不是只有 台北市政府會努力 我想我們會結合全台灣最精英的 最認真的 最專業的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孫一信孫秘書長 事實上也有到我們現場 來給我們指導 好 曾光中曾老師 謝謝 謝謝 在座的各位鄉親 各位長輩 我想 就是像廣遲的公共住宅的規劃案 我想 爭議性其實從前到現在 那我現在 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我也一直都有在關注這個整個發展的過程 那我走客人也參與過非常多的一本共住宅的企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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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